我们这班打工仔 通街走的直头是 许冠杰唱出了70年代打工族的心酸 是个50年后 中国最近又发起了精神革命 流行起打工人 无论职业踢机你爬到了哪一层 或你是负责扫楼梯的 都算是打工人 原来用来强调蓝领工人的不容易 竟然在白领阶层也取得了共鸣 看来家家真是有本难念的经啊 中国景点 人因梦想而伟大 老板也特别会贩卖梦想 哎 好好努力啊 我们这里不看资历 看能力的 你行的话 我们就promote你了 这些空头支票 存在了许多人的梦想 陪他们沉到海底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 我的话不是有什么分别了 但如今年轻人看破红尘 早已领悟不是老板 就是打工人 做什么都一样 上班不要跟我谈梦想哦 我的梦想就是不用上班 如果你看着手机点点头的话 你大概也是个打工人吧 无论是做搬运 在电子厂拧螺丝 或在公司敲键盘 打工人就是一种为了生活 而付出劳力的精神 不分贵贱 随着打工人文化兴起 中国网友常常制作一些 假面微笑和讽刺性的经典语录 中国心理学家表示 这些自嘲 疑惨的幽默 有助于消减现实的无奈 在中国 许多公司996的工作制 每个星期工作72个小时 少了根筋 可能才不会发疯 另外 把自己设定为打工人 也清楚划分了工作的目标 我打工 就是为了赚钱 上班时间 我为你卖命 下班后 请留我一条狗命好不好 据2019年幸福指数调查 许多本地员工 对工作的控诉之一是 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 按照打工人文化 一个称职的打工人 会懂得准时上班 但他也会懂得按时下班 打工人文化的崛起 带给社会意想不到的改变 它凸显了工人们 在社会里默默付出的隐秘人生 许多人希望以职称 来判断对方的社会地位 但不论你是经理 主任 厂工 你其实都是打工人 下次闻到汉酸味 记得 那也是与我们一样 逆境求存的打工人 一起加油吧 打工人